最強綠葉 港星吳孟達 2月27日因肝癌引發多重器官衰竭 於當日下午5點多病逝 我是第一時間知道 他找了我一趟來 和大家報告這件事 所以我找了人 而其實吳孟達2014年 就曾因病毒感染導致心臟衰竭 面臨生死交關 今年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甚至曾在工作時因心臟不適 面弄痛苦卻還是今夜完成拍攝 就不要停 如此敬業的達叔 如今傳出秉事消息 演藝圈好友紛紛發文表達不捨 新爺周星馳直言 仍無法解釋惡號 劉德華發文 達哥一路走好 包括林心如歐洪也紛紛致意 郝少文悲痛發文 PO出一張經典照 郝少文說 達叔伯伯我一直是這樣叫你的 從四歲時第一次見面 還提到今年的拜年 都沒有收到達叔的回覆 回憶期每次收工 達叔都會帶他去吃好吃的 令人鼻酸 有達肉類啪啪啪 林志穎的第一幕電影 《桃學外傳》 就是和吳孟達一起合作 聽聞惡號除了難過 也祝福達叔一路好走 林志穎回憶期當年 自己還是個新人 常常NG又卡詞 達叔總是笑笑說沒關係 帶給大家歡樂 會永遠在他們心中 這不跟都仔啊 跟我好 富老女神王祖賢 曾和吳孟達演出多部作品 其中獨神經典畫面 讓影迷印象深刻 王祖賢也在IG發文 寫下達哥一路好走 藝人們用合作回憶 心中的吳孟達 吳孟達於演藝圈闖蕩 50年紅片中港台 演藝人生羨慕 留下多部經典作品 相信達叔精湛的演技 會永存於戲明星中 完全樂 中夢姐報導